好的主持人 周三凌晨 当美国大选结果显示川普确定重返白宫时 各国领袖纷纷在第一时间 对川普表示祝贺 表达合作意愿 北约秘书长吕特在X平台发文表示 祝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他的领导将再次成为保持我们联盟强大的关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也对川普胜选表示热烈祝贺 并表示欧盟将与美国制定一个强有力的跨大西洋议程 从而为八亿人民带去福祉 此外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希腊 匈牙利 土耳其 波兰 摩尔多瓦 巴西 阿根廷等国家的领导人 都纷纷祝贺川普能赢得大选 在印太地区 澳洲 新西兰 印度 日本 韩国 菲律宾等国 也对川普重返白宫表达祝贺 并承诺将继续和美国合作 好的 让我们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